香港TVB集团总经理李宝安,业务总经理郑善强,非戏剧制作总监于永山,在TVB电视城内新启用的传媒中心召开记者会,公布本届香港小姐竞选决赛原本是以奖励公众投票的,奖刑的重新抽奖安排在上周日晚举行的港姐决赛中。 原本在决出三甲后,由一人一票的方式在网上投票决出冠亚其军,但却因网络瘫痪而临时改为评委打分,最终爆出黑幕一云。TVB指事件极不寻常,流量最高峰甚至高于全香港的人口总和,怀疑是网络服务器遭到黑客入侵,会在日内聘请国际知名的独立调查公司查清事件,等调查报告完成后再决定是否报警处理。 但TVB始终不肯承认事件的主因是由于自己事先准备不足。 节目的刺激性、支持性和网络支援方面是过于进取。 所以这里,我们暂时不能知道答案,也不能回答,直到技术调查报告出来才能回答这个问题。 事件让TVB的形象插水,至8月30日中午,香港政府的广播事务管理局一共收到不下679宗投诉。 控罪包括安排不善,由舞蹈观众和欺骗观众之嫌,赛果不公和没有交代如何处理有关奖品等等。 为了平息名分,TVB决定把原本在决赛当晚用以鼓励观众公投港姐而送出的小轿车,数量由一辆增加到两辆。 并安排在下月2日晚上节目内以公开抽奖形式送出。 登记细节将于周五公布,等于说观众将会有48小时登记时间,相信可以避免网络瘫痪的情况再次出现。 有在场记者提出质疑,只根据专家意见,一套稳定的网络投票系统其实只需要几十万就可以建成,直接怀疑TV的网站技术不过关。 对此,李宝安把问题归咎于意外,并称没有人需要为事件负责。 反而称在有关人员面对挫折及失败,并做好补救工作,已经是很大的承担。 我不是电脑专家,但我只是用个common sense可以回答这条问题。 你说去建设一个投票系统,几十万我相信一定可以得。 但是你去防止一个投票系统的痰瘫,防止一个电脑系统的外来干料, 或者去防止一些不沉上前发生,我相信这一件事不是那么容易做得到。 你看回近期所发生,就算港交所,它的资源这么大,它的网络都可以去痰瘫。 一些交通系统,电脑的网络都可以痰瘫。 如果你说有几十万的电脑程式的系统,是可以完全防止的, 那我相信大家都很浪意去采用。 那我希望我答到你的问题。 虽然TVB想透过增加奖品来平息民愤, 但是已经诞生的港姐冠亚季军, 这已经是不能逆转的事实。 在TVB复位受敌之际,由不同香港的媒体和论坛, 都发起一人一票选港姐活动, 强烈质疑TVB的港姐赛果。 而TVB的最新对手NOW TV, 明明不是香港小姐的主办方, 却宣布欢迎观众, 透过其稳定的互动电视功能, 直接用遥控器选出真港姐, 狠狠地忧了TVB一幕。 搜封视频娱乐报报香港报道。 有广 놓的事情 worker报道。 明aronайте earliest, 那么账尼鸯电视频欢迎订阅